這一體的話是第五體 第五體的話有三個弓箭 那這個弓箭的話是最輕的 那這個弓箭的話是中間的 那這個弓箭的話是最重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有一個機構 那這個機構的話呢 就是他會先透過這一個 然後去秤重量 那秤完重量以後他就知道說到底 他的這個弓箭是屬於哪一個 那接下來的話 那我們的手爪就會來抓這個弓箭 那接著他就會移動 移動這一個 這個滑台然後到適當的位置 那我們這邊格子的編號 這個總共有四個 那這個是0號格子 1號格子 2號格子 3號格子 那他會把它放在適當的這個位置 那換完以後呢 那再接著再做下一個動作 那我們這個設備 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第一個 的動作的話就是我們要按這個 集體按鈕把它壓下去 那接著的話就是 我們這邊的話有一個兩段開關 那這個兩段開關的話 他往左邊切的話就是 做集體互歸的動作 就是讓他可以跑到這個機械的圓點 那如果我們往右邊切的話 他就做自動 的一個 動作 那自動動作的話有三種不同的模式 那我等一下會再做更詳細的說明 那往左邊切 切到最左邊 他三段的話有三個位置 最左邊 還有這個最右邊的話 都是一個連續的動作 就是 弓箭的話 你把它放上去 他馬上就會去執行 那三個弓箭 他就一下子 三個動作就完成了 那如果在中間的話 就是 他會一次 只做一個弓箭 那不管是哪一種的話 你都要按一個啟動按鈕 讓他 讓他開始 那大概的話 這是我們一個簡單的 一個說明 他主要的話 他有三個不同的弓箭 要去做判別 那這三個弓箭的話 是重量不一樣 這個是最輕的 那個這個是 中間的重量 那這個呢 是最重的 好那他就必須要依序 放在這個 指定的位置上面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先從自動的方式來 來做介紹 好那我們主要的話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來介紹這個 集體這個按鈕 那 這個綠燈的話代表說目前他已經是在這個自動已經準備好 比如說他這個 機械的原點已經到了定位 那我們可以 先放一個弓箭在上面 那接著的話 我們就是按 啟動 那他就會開始 開始 趁重量 然後他會把它翻到這個適當的位置 那當我們看到這個 要去適當的位置的話 你覺得說如果不對勁的時候 或是說假設他會 發生一些撞擊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必須要按 這個緊急的一個按鈕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緊急的按鈕 那當你緊急按鈕壓下去的時候 那 這個 夾爪呢 他上面的弓箭呢 不能掉下來 好那 那我們 我們就必須要用手動的一個排除 來做 那手動排除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用 這個螺絲 然後我們去壓 壓這一個 夾爪的這個控制的一個電磁法 那麼壓下去的時候 那我們手要在這邊撐住 那弓箭會掉下來 好那這個的話就是夾 那這個的話就打開 好那接著呢 接著的話 你看到這邊的話都已經都安全了 都已經手動把一些比較危險的一些 狀態都已經排除了以後 那我們這個兩段排斑 把它往左邊切 他會執行所謂的 這個自動不歸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 把它鬆開 那接著呢 按急請按鈕 好那他就會跑到這個 急請的位置 當他跑到急請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話會讓他亮 亮黃燈 好這個代表說他已經到那個 這個急請的這個位置 好那接著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切到這個 自動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要來介紹這個自動 那自動的話就是 這個兩段開關的話把它往右邊切 然後他這個自動方式的話 他有三個不同的模式 好那第一個模式的話 就是 在中間就是說他一次呢只做一個弓箭 好那比如說假設呢 我們這個 最輕的 那最輕的話 他就是放在這個 這個位置 好那這個的話 這邊的話有四個格子 這個四個格子的話有編號 這個是0號 1號 2號 3號 好那如果你是在中間的時候 好那 他的規定就是說 這個最輕的呢 會放在這個0的位置 這個地方 好那這個中間的這一個呢 他會放在這個 第三個 位置的地方 好那接著呢 好那這個最重的呢 會放在 好這個位置 好那我們接著呢 就來施放 給大家來看 好那我們首先的話 我們就隨便 比如說我們放一個 最重的 那我們接著的話 就讓他 好啟動 好那他就去判斷 他的重量 好那最重的話 要放在這個 第二個五格子的位置 在這個地方 好那接著我們來換一個 這個中間的 那我們就是 按啟動 好這個是最輕的 好那接著呢 好我們來換一個 這個中間的 按啟動 好那所以呢 當你在中間的時候 他就是 一次只做一個 弓箭 那接著呢 等一下的話 我們就來示範就是 他可以去做 所謂的連續 好那 連續的話 就是 這個三段開端的話 你把他往右邊切 切到最右邊 然後把他往左邊切 切到最左邊 好那他就是 可以來做 這個連續的 好那我們現在的話 我們來 把他往右邊切 那我右邊切的話呢 他的位置 跟剛剛這個單一的 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 最輕的 在第0格 那 最重的 在第2格 然後 中間的重量的話 在第3格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來做一個示範 就把弓箭放上去 那我們就這樣 那這邊的話 只要把弓箭拿起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下一個 弓箭 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弓箭放上去 好那這個是 最輕的 會放在這個 第0格的位置 好那這最後 我們換一個 這個最重的 好那這時候 我們就是要去 集挺這邊的話 隨時準備要壓下去 有時候 假設你的機構沒有調好了 進行動量機構沒有調好 他可能會去撞到 好那這時候 你可能就要按這個 好那這個呢 就是 我們連續的 的循環的時候 最右邊的 那接著呢 接著的話 我們來看就是說 當我們把它 切到最左邊的話呢 那它的位置 就是 這 剛好是這兩個呢 做一個兌換 就是 最重的 放在第3格 那中間的話 放在這個第2格 那最輕的話 還是一樣 那我們接著呢 我們就來 來示範一下 好那我們就先放一個 最重的 然後按一個 起鍵 好那他就開始 去動作 最重的 就是必須要放在這個 第3的位置 好那你必要在它還要秤重量的時候要把弓箭就把它放上去 好那接著呢 這是一個最輕的 好那目前的話 就是 有一些 狀況的話 好他可能就是 這邊的這個 Sensor沒有調好 那他就是 沒有辦法去做判斷 好那這時候你就是要去看 它是不是 好是不是會去撞到 好那以上 好那以上 大概是這樣 好 那大概是